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 攪白筍香菇雞燉飯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 雞胸肉150克 攪白筍70克 洋蔥1分1顆 乾香菇3朵 黑木耳少許 調味料的部分有薑片3片 蒜頭3顆切末 還有芹菜2枝也是切末 再加入2匙的蠔油 跟一杯的水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一杯米的量 我們先將它洗淨放到鍋內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我們的料 直接全部都放入 就是雞胸肉 然後還有攪白筍 還有洋蔥 然後黑木耳 還有乾香菇 然後再把我們的調味料放入 薑片 蒜頭 跟芹菜 再倒入蠔油2匙 這也可以依照個人的口味稍微做一下調整 來加入水一杯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放到微冰鍋內 然後鍋蓋蓋起來的時候 安全鎖鎖起來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的功能是 選擇到香濃米飯 那預估完成分鐘數是14分鐘 按下開始這樣就可以囉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們先將安全鎖解鎖就可以打開 那我們現在把它稍微拌勻 就可以來享用囉 那今天這樣就完成我們的 攪白筍香菇雞燉飯囉